對 現在新聞非常多嘛 所以有很多所謂的 就是你很常只要看到這個標題 你就直接幫這一整件事情 下了定論 但其實內容並不是那樣子的 因為我現在都會上那個 手機的新聞網 然後就是看 我都是先看標題 然後看我有沒有興趣 我就點進去 然後想要看完一些什麼 重病 就是即將要離開人世 然後點進去就是 是 之類的 事情很嚴重 讓大家人都為他擔心他的安危 然後 對 就根本就是小事一樁啊 或者是他們會寫說什麼 什麼年輕什麼創作歌手 然後發生什麼意外 想念幾歲 然後點進去就是 可能是印尼或是哪邊的 對 就是這樣 就他是沒錯 還有什麼年輕YouTuber 猝死 對 結果是什麼東歐的YouTuber 可是真的是死掉了 真的死掉 真的是 很感到很抱歉 但是他 但我們會以為是我們認識的人 知道的人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而我們今天也找來非常多 被標 抵抖 算是 算是 還用 被標 抵抖 害 到的 藝人們 對 害 到 來到現場 歡迎威仁 趙哥 大家歡迎 歡迎 趙哥 韓蘇 韓蘇 祈鈺 趙哥應該最有感而發吧 對啊 其實那個 有一句成語 你滿暈的耶 成語不是說得很好嗎 什麼 我們也被媒體記者寫過好事 當然 當然也被記者媒體寫一些 不堪的事情 或是狗屁刀招的事情 所以就是很討厭 你有沒有被誰的標題 就是嚇到 然後你點進去看發現 有啊 像你的新聞的標題也是 你是受傷幹嘛 就寫被家暴 我就說真的被家暴是不是 就點進去看 結果不是啊 是我摔車是不是 對 自己摔車自己幹嘛的啊 所以就會覺得說 以為啦 以為 會心災樂話嘛 終於藏不住了 這怎麼有這種心愛啊 所以你很 你最大的願望是 我真的被家暴 當然不是 我們是那種壞人嗎 是啊 去看 不是 覺得是心急要摔 不會 我覺得要注意安全 因為 可是你看到那個照片 你有沒有看到那照片 我摔得很慘 對 我牙齒都飛了耶 如果不講說是那個七號車的話 說家暴 還真想家暴 真的啦 真的 會不會怪怪的 不會 因為連偉忠哥 那打電話來問我說 丫頭 跟偉忠哥說 發生什麼事 我說就摔車啊 你有沒有那麼沒牙齒死的 漏洪 所以你是被我的標題嚇到 對 你那次那真的滿嚇人的 因為那個手機的新聞 真的越來 那個標題 越嚇越過分 可是我說實在的 有些標不是我們自己 記得嚇的 我們都嚇得很正常 像我以前跑過民生 就說如果草莓不這樣洗的話 有害健康 然後到編輯部那邊就寫說 我跟你講 草莓不這樣洗 吃死人之類的 真的 我會點 對 然後所以你知道 就會變成說 譬如說什麼新聞就說 他可能 他可能不予以回應 然後到編輯部那邊就寫說 誰誰 回應了 驚嘆了 驚嘆了 然後他只是說 我不予以回應 你怎麼會有感覺啊 我知道我也常被驚嘆說 是一個字不予以回應 然後他就寫回應 然後等等驚嘆 然後大家就點進去看 我也是有一次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記者就問我感想 我就不知道他寫什麼 我就給他一個笑臉 然後他說 小S 終於那個 生意都在回應了 然後聽我 我就看看他寫什麼 他說 真的啊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也不是標題被嚇得很誇張 只是他把它拼湊起來 譬如說我曾經看過一個 他說什麼 男星發現糞便有血 醫生說大腸癌事起 我有過那一則 死定了 然後我想 死定了 大腸癌 趕快點去看一下 結果他說的是沒 他說發現糞便有血 去醫院檢查 覺得還好 結果沒什麼事 但醫生說如果再繼續下去 就死定了 因為是大腸癌事起 我有看到那一則新聞 對不對 我也想說他怎麼會 那麼嚴重啊 然後後來發現根本就 他就把它撿在一起這樣 中間都沒有了 只有前後把它放在一起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種很過分的 而且重點是 最後看我還 真不知道那男星是誰 又是外國人嗎 沒有 是台灣人 可是又不知道是誰 對 就是看了事件 就會覺得很嚇人啊 每次標題就會勾引大家 所以艾琳妳看到什麼標題 妳會忍不住點進去 就是跟大家差不多 就有關於身中病死亡 像之前 就是比較令人難過的 Coco姐的事件嘛 一開始看到就想說 不可能 不可能是真的 結果竟然是真的 對 我覺得大家講的都還是稍微有一點 跟真實是有相關的 就是至少它是在世界上 真的有某一個人 發生了什麼事 我曾經看過的標題是寫說 什麼 為了追求舊愛 然後怎麼樣跳什麼懸崖 還幹嘛類似的 我想說怎麼會有人做瘋狂的事情 點進去是 但是他把男女主角 這是業配新聞 對 但是他把男女主角的名字 變成那個男星跟女星的本質 自己花錢買的 而且有一些他很喜歡用一些誰誰 然後知名男星 然後玩 你又說到什麼了 他說後面有什麼東西 你不要那麼驚訝 你可不可以敘述就好 眼睛 眼睛放鬆 真的很驚訝 放鬆 先閉眼睛 先閉眼睛 先閉眼睛三秒鐘 一 二 三 好 你太驚訝 放輕鬆 Fabie看得到東西喔 看了 你不覺得他的眼睛一睜開 就是後面有鬼 有點像 所以你現在沒辦法控制 你的眼睛的大小嗎 可以啊 就是這樣 我這樣是放鬆 你這樣是放鬆 我這樣放鬆 他割雙眼皮 然後就是變色 那就失敗囉 你還跟妳講別人啊 什麼 幹嘛 我們在座割的話 還包括加口也割了喔 我們這邊還有誰割 你們這邊有幾個也割 對啊 你不要突然下水 我突然一次全部叫出來割了 拍出來 就三個啊 你們三個 Fabie你要講什麼 就是有一些是 譬如說什麼知名男星 晚年落魄 這種就是誰落魄 也會讓你想要點進去 結果一點進去看 七十四歲知名什麼奧斯卡得主 晚年落魄 然後身上都是臭味 然後在溪邊洗澡什麼的 結果其實是他演的角色 電影 對 然後就覺得 劇情裡面 我還以為他怎麼了 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沒有戲還怎麼樣 還有譬如說哪個 劇 女劇 女 女 小S受家暴 話都講不清楚 被打到腦震道 某女明星素顏 嚇壞網友 然後點進去看說 因為太漂亮了 對 反駁 反駁 因為他有多醜 然後他想說 太漂亮了 我記得有個標題 是我那時候看到 真的會有點 印象 生氣嗎 對 會生氣 然後印象太深 他寫說 秀慧姐生了 我想說 秀慧姐有 就是怎麼會生 就是怎麼生的 或是 對 跟誰生 因為那時候他前面一點 是跟白雲哥的緋聞 然後想說也太快生了吧 然後點進去是他們家的狗生了 我就覺得這種真的是很要求 我們新聞圈的要跟大家說 對不起啊 韓主 我們就要跟大眾說一下 韓主 我跟妳講一個離譜的 好 他們也要道歉了 整碗插進去 忘了拔出來 結果出大事 結果我會點進去耶 結果是插座 電線走火 但我也是說 我還蠻尷尬的創意 但是 我就想說 這太誇張了吧 因為看起來到底能出什麼大事 能怎麼忘記啊 我有被這種 那種騙進去點進去過 所以我相信五位 包括你們三位 一定有你們自己的標題 害到 就是把你們害得很慘吧 對 當然 害最慘應該趙哥吧 對啊 我真的是 說來話很長 需要給你一個控訴台 來講一下你手 這些牌一牌嗎 來 看要看 趙正平 疑事 趙氏逃逸 趙哥任二十歲 在酒店上班 兇狠兆 嚇壞小S 趙正平吃飯免排 對 快速通關 潛規則曝光 不可能吧 這三個我都會想點進去看 我也會 然後我會問說 那個潛規則是要跟老闆娘幹嘛嗎 所以就很討厭 那你們要我先講哪一個 都講 好 來 先講潛規則好了 大家應該都去吃過那個 台北市某知名那個拉麵 日本來那個拉麵兩個字 一開頭的嘛 我從來不知道說 那個地方吃飯 是可以不用排隊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 是那一次我跟我女朋友 去吃的時候 因為排很長啊 我說不好意思喔 這邊是一定要排隊的 這個可能爆冰子 都沒辦法進去 沒錯 沒有特權 我女朋友當場就給我洗臉 不會啊 你只要一個人花三千塊 我們兩個六千 馬上就可以進去 蛤 有這種事情 我還真沒聽過 我也沒聽過 對啊 她說真的啊 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就跟她好 試試看就真的走 走到門口那邊 女朋友剛才講說 我們要花一個人三千塊 對方服責一天眼睛就亮了 她說喔 好 你等一下 然後馬上進去 摳一個無線電 就說兩位請進 那兩個就六千了 我當時心裡想 我可以這樣 不用排隊的 一來拉麵 我吃那麼多年都不知道 那當然 你吃了消費扣完以後 我稍微有點忘記 好像 買那個商品 沒有 你要買它的那個 商品是另外的那六千 對 對 你還有自己吃的是另外再買 他不是說 你吃了去抵那六千 沒錯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是這樣 所以就我吃完那以後 還要再付六千 但那六千呢 可以買它的商品 買泡麵 買拉麵 再買回家 我吃完以後嘛 我就發現這個很 我認為是個天大的事情 我就把照片啊什麼 PO一PO就丟上去了 對 沒想到媒體就拿這個事情 就在那邊嘴 一直說我什麼潛規則 這拿什麼潛規則 這是人家的規則 他們都知道我什麼潛規則 所以那家店家有公布說 只要三千塊 你就可以不用排隊嗎 店家也沒公布 但我們繼續講 他就讓你出去 有 他有寫 他們都有寫嗎 他有寫 有嗎 他有寫 我是一直走沒看過 可是我在裡面簽過那個名 我也有簽過啊 但是也沒有因為你有簽名 然後他們就少收你一點嗎 不可能 沒這回事 可是我簽完 他有給我一盒禮盒帶走 什麼時候 講清楚 什麼時候 就星光彩月那一盒 你不要騙 真的啊 我是去總店 你一盒是說裡面有泡麵跟什麼 就是他就是給我一盒啊 他說簽完 然後他說謝謝你 屁啦 再給你 我發誓 你沒有 趙哥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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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點面 點面去他的內容 是有幫你澄清嗎 說其實你是花了 對 有 因為我是在社群網站上面寫的啦 所以如果只看標籤的人就說 你怎麼是這樣 對啊 我是不是一直在亂搞 不知道人以為說是不是我這邊 耍流氓對不對 我是趙哥 我要進去做 不知道人以為我是這樣吧 有可能啊 我覺得你是不是有做過這種事 我當然不是啊 不可能嘛 你人生沒有說 我趙正平耶 我可不可以不要開隊 沒有人那麼囂張啦 雖然心裡面會這樣想 但不會這樣去做啊 你 我不會啦 真的 你人生都沒有這樣做過 不可能 我跟你講 這樣會被人家 現在 我跟你講 現在人人都是記者啊 你敢這樣做嗎 人家馬上就嫌 你一偏啊 我是說你年輕的時候啦 有 可是那時候我是不知情人啊 那哪有差 所以你那時候吼什麼 我是不知情人 為什麼不能 不知情人 好男友喔 不是... 不是 我不知情人 第二是說 一進來這餐廳 來 有沒有位子 我們三個人 現在就要吃飯 人家說對不起 現在你可能要排隊 排什麼隊 現在給我位子 以前是這樣 你不知道我以前很狠的 我跟你講 然後他問你 他說你是誰啊 不 通常不會這樣講 他一看穿著就知道 我們是誰啊 因為三個的穿著 幾乎都一樣 小虎輩嗎 小虎輩 你講得出來 你講得出來 還是飛天小女警 我還不敢踢呢 不是 反正我們是穿那個樣子 你們就是靠氣勢 在那邊耍威風是不是 反正我們那個樣子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我們是幹嘛的 通常都會給我問 所以你這樣一講又是一個那個 標題啊 沒有 你二十幾歲 真的是當黑幫啊 沒有... 黑幫老大 不是... 我們保安做保安的 我們穿制服做保安的 一場餐廳大吼大鬧 那也沒差啊 那也是三十幾年前的事 我也不怕啊 那你幹嘛講一個 那個二十歲的事 這就你們節目害的 這是在這邊發生的吧 對啊 在節目上明明如果 你是忘了是不是 我明明就是說很像 但是我沒有說 你在酒店上班 你就說嘛 你說媒體討不討厭 我好像有說 你就是在酒店上班 沒有 而且你代三強調 本來就在上班隊 我是做保安員啊 對啊 所以沒什麼 是沒錯 可是他寫的這個樣子 就會讓人家覺得 這就是標題杀人 而且你那個照片 我一直有說好兇狠喔 我真的覺得還好耶 這個標題有惹毛你嗎 還好吧 不是惹毛我 我就覺得說 其實說實在 這麼多年來 誇大 我們也就習慣了 就變成隨便 可是有的時候 出去外面的時候 譬如說坐在旁邊 人家吃飯什麼 人家... 因為真的是客滿 人家看到我就說 是你喔 對不起 我可以坐在你旁邊嗎 我心裡想 有位子你就坐嘛 幹嘛對不對 為什麼要對不起 對嘛 就之類 然後還有 還有人要跟我拍照 要跟我拍照 他說 你各位會不會跟我 對我兄弟會罵人 旁邊會這樣 用那種嘻笑的語氣 我就心裡想 那就是被媒體 或者是在節目上 節目形象的設定 對 就被人設 就給破壞 那就沒辦法 那他們這樣講 你會不會說 不會 是不是就不會 你反而變得很謙卑嗎 其實我螢光幕底下 人是很和蔼的 我從來沒有一個 找你拍照 或是跟你講話的人 毛你嗎 有 就是你 我哪有 我哪有 你是高鐵 我 你拖到我 你什麼意思 你們就很開心 你爽到不行 你如果什麼時候拍下一部 你們後來有拍下一部 在我們電台樓下那一部 對啊 後來每一部 一部比一部差 可是點閱到還是很高 對啦 有破百萬 在電視台樓下 那個也很高嗎 還不錯啊 那個有百萬吧 是吧 也有百萬 有 那麼無聊的內容耶 什麼意思啊 所以他一直很期待 什麼時候要拍下一支啊 不用拍了啦 就這樣啦 是嗎 對不對 然後立刻說 下節目說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因為你 因為一人拉面膜過好不好 什麼 什麼拍子啊 所以真的不會有人惹毛 你一般的路人 如果是偷拍的路人 會不會惹毛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們難免會跟人家坐的時候 有挨著旁邊坐 連他那個鏡頭過來的時候 我馬上就站起來 然後呢 大人喔 去上廁所 一起來 一起來 你趕快逃離一下 對... 因為我不知道要幹嘛 有可能他只是 你一站起來那個 反射的那個影 自拍 不是自拍 他看著槍啊什麼的 所以他會用那個嘛 所以有時候這樣拿起來的時候 我就起來一下 你已經瞬間站起來 他們不是嚇壞了 我說不要打我... 而且你在網美咖啡廳 你會釀八十幾次耶 他如果這樣講 我就知道他要拍我 可是如果我起來 他沒有任何反應 那我就知道 他在看他自己 你知道這是個邏輯判斷嘛 他如果拿起來說 或者有個反應大 那我就知道 你在拍我 那你在拍我我就會問你 你為什麼要偷拍我 我就會問 你會直接問喔 我會問... 你會問喔 因為你光明正大拍 我可以跟你合照 對 禮貌的 可是你不要這樣偷拍 我就會覺得 你要幹什麼 我也會問耶 因為有時候其實工作的時候 有碰到 有些歌迷會這樣 在偷拍你 你知道他在拍 我就會說 你是不是想拍照 然後我就會主動說 你有美肌嗎 讓我們一起拍 對 對 我一直覺得 就是禮貌性的要合照 我們都一定是OK的 對啊 就偷拍你就想說 他就會自己發在某個地方 然後可能被別的新聞拿去 永就會說 本人看起來很憔悴 良業無神 什麼blah blah blah 那我就會覺得 滿不爽的 快來訂閱小姐夫妻弟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秒鐘 老婆 八十五時 五時 會分別 坦元 加五時 在某個場 五時 三時 一時